欢迎收看今天的北美地方新闻 您好 我是简直豪 作品拥有神来之笔魅力的 美国摄影传奇人物爱德华·维斯顿 将看似平凡的生活题材 转换成不平凡的作品 南加州圣塔安娜市的保尔博物馆 将于今年夏天隆重推出 维斯顿先生的摄影作品展 能够如此近距离欣赏这位大师的 经典原作风采的机会 可以说是难得的幸会 拥有美国传奇摄影大师名誉的 爱德华·维斯顿 是一位富有独特艺术成就 以及对后世影响深远的摄影家 他的风格就是把生活中很寻常的题材 幻化成不寻常的艺术品 维斯顿这个名字 对于美国摄影人来说是耳熟能详的了 而在南加州Santa Anna Bowers Museum 也将于7月22日到9月17日 隆重推出这位传奇人物的 经典摄影作品展 极致纯粹之美 爱德华·维斯顿摄影极景 带给观众一场视觉饗宴 这一位是把美国摄影师的身份 败上了艺术家的行列 一百年前大家想摄影师 我们就像我们国内也是有这些摄影 但是没有像今天摄影身份的提高 所以等一下大家看 它有很多都是在植物方面 你看不出来那是一个植物 除非你很近看 仔细的看植物 人体 它把它呈现成一个艺术品 所以希望借助各位能够采播下来 然后给我们的华人朋友 请他们暑假中来到这里 能够来参观 接下来我9月17号在儿童博物馆 有一个叫做明日的公园 对儿童来讲是一个用所有的电脑程式 然后你要自己画 你所想象的动物 然后就会scan上去 这对小孩来讲是很喜欢 所以才带到儿童博物馆 9月17号开幕到明年的2月 然后接下来9月29号 英国来的公家地理协会 南极历险季 这个是有28位 英国在大概400年前 到了南极 本来要红化南极来做一个历险 这个展览 第一次来到美国 之后就是慈禧太后 医合园生活展 希望到时候 我们的观众们能够出空 来看看 一一看看每一个不同的展览 7月22日至9月17日 在Santa Anna Bowers Museum 威士顿的经典摄影作品展 欢迎有兴趣的观众朋友前来参访 除此之外 从9月17日开始 保尔儿童博物馆 也将推出高科技虚拟游乐园 为孩子和家长提供 最酷最炫的娱乐场所 目前在进行的长期展 还包括室内建筑设计经典作品展 以及宝石雕刻艺术展 进一步的详情以及购票方式 可以上Bowers Museum网站查询 中天频道采访报导 幕志愿石雕刻 di宁石雕刻 政筑 团